接著我們講講MIRROR開演唱會 MIRROR將會在7月25日 去到8月4日期間開十場 中間在8月是跳一跳的 這是檔期問題 在十場紅館的一個演唱會 票賣得不便宜 現在銷售的面額是480、680和1280 480、880和1280 三級而已 不是四級制 當然大家要明白 這個票最少炒十倍、八倍才能買到票 現在講的是最貴的炒票是6萬元 甚至有太太級的粉絲 說6萬元不是問題 6萬元如果很親近看到的友像 是不是問題的 現在講的是7月底 一個香港人會聚焦的一個公開活動 就是MIRROR開演唱會 我相信除了演唱會之外 可能遲些東西都在網上看都未頂 希望他賣完票之後 他開了網上直播 再賣一些票給大家 讓普羅大眾可以用相對便宜的價錢 在家裡看直播 去欣賞MIRROR演唱會 MIRROR就是姜濤說得對的 他曾經在之前的頒獎禮希望做到亞洲第一 他就說現在不是說他自己是不是亞洲第一 不是MIRROR是亞洲第一 他說香港樂壇 包括觀眾在內 現在已經是亞洲第一 本來是一個可能已經死了的工業 或者是一個完全適微的市場 是因為MIRROR而重新蓬勃起來 現在很多很多年輕人的歌手 這也是香港人自強不惜的精神 可以這樣看 無論我們最後搞到香港經濟多爛 搞到社會多沉淪 我們香港人如果有一個意志 希望做好他的 很多人都會說 Jason你會不會太天真呢 其實我不天真 你不要以為我天真 我都52歲怎會天真呢 我做生意怎會天真呢 我見盡世面 可能我比香港很多人見世面見得多 反而我有一個很正向的想法 雖然有人覺得沒有的 現在是倒閉的 沉的 香港沒有的 長期有這樣的概念 但是我不會這樣想的 我總是想 總有一天我們如果每一個人 我們都有一個適當的智慧 對這件事很深入理解的話 我們一樣好像MIRROR出道那樣 他出道的時候 香港是沒有樂壇的 沒有的 香港沒有這個就是粉絲的 但是就是因為MIRROR的努力 是因為這群年輕人不斷的努力 你看到他從出道到現在 都不同了樣子的 成長了的 是老練了 是本身的 唱歌或者跳舞 那個水平都高了 又或者甚至說話的能力都高了很多 這一個就是原來 大家只要肯努力 好像MIRROR那樣 其實原來可以闖出一片天的 就是說我們不要想著輸 也不要想著我們已經沒有了 也不要想著我們永遠插輪下去 如果我們每個都有一個正向的心 有一個正能量 我們始終可以推翻香港 是走回正路的 好